今天心情不美丽,所以给媳妇来到黑暗料理,猪肝买回去以后,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,给它把血水洗干净 然后找一个苹果,给它去掉盒以后,切成厚厚的薄片 这个猪肝得提前腌制一下,往里面加入盐 再来点胡椒粉 再来点料酒,料酒往里一下,这小腥味等人家下去了 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以后,往里面加入淀粉,玉米淀粉也行,土豆淀粉也重 给它抓成这个熊样 然后锅里面烧水,水位八九十度的时候,把猪肝轻轻的给它倒入 猪肝下去以后,不要乱搅它 你要一乱搅,上面的淀粉就脱落了 下去以后定定型,然后用勺子轻轻的搅动 给它滑熟滑定型以后,然后给它倒出来 锅里面扫了点油,葱花菜片,给它爆出香味来 然后下入青红椒,给它配配色 来点生抽酱油,提鲜 再往锅边上,给它烹入料酒,增香的 然后把猪肝给它怼入,象征性的翻炒五六七八下 加入盐鸡精味精,味精不类放不放 再扫了点水,要不吃起来太干了,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把苹果给它怼入,继续给它翻炒 苹果不要炒得太久,太久就不脆了 出锅之前,来点料油,这小魏得人家上去了 割了鱼鱼出锅 这不就好了吗 虽然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但是你的胃,满满灯灯 就是一个胃的腌